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年的改造升级之后 深圳舰也是战斗力得到了质的飞跃 焕发了新的升级 首先驱逐舰就是从排水量上 介于护卫舰与巡洋舰之间的一种大型的水面战斗舰艇 导弹驱逐舰对海军来说 主要用于沿海大洋上随行对海 对潜以及对空的作战任务 一部分的话可以担负对岸上的打击任务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舰空导弹 主要用来进行防空反导 它能够有效地打击敌方蓝锡飞机 以及拦截蓝锡导弹 采用的是通用垂直发射装置 能够装备四组八单元 总共32枚导弹 具备区域防空能力 舰载导弹是舰艇防空反舰的主要武器 早期都是倾斜发射的 这种老式的导弹发射装置 需要对准目标方向后才能发射 而全新的垂直发射系统 只需要打开发射井盖 直接在里面点火 导弹就可以发射出去 在火控系统的自动控制下 导弹可以向任何方向实施打击 此外 垂直发射系统处于甲板之下 这就让整个舰体表面更加平整 大大提升了舰体的隐身性能 而更快的发射速度 更大的载弹量 也让军舰的功能更加丰富灵活 垂直发射系统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 舰艇导弹发射手段 已经成为恒例的